哎呦聊四季 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喬治亞人對上蒙古人 這套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維銘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強化教堂 可以讓十六格內的村民 增加十可勝的工作效率 所以像這檔地圖的部分來說的話 強化教堂很適合插在這個位置 木頭、黃金、農田都適得到 區域的位置也可以考慮插在這個位置 石頭、伐木區、農田也可以 喬治亞人他的寶兵單位 莫娜斯帕是非常強大的騎兵單位 他的每五隻騎士或五隻莫娜斯帕 都可以獲得一點的傷害力 到了後期莫娜斯帕只要45斤 就可以獲得22攻的騎兵傷害 目前莫娜斯帕聽說是有BUG的關係 所以那加4攻是包含連建築物 對建築物都加4攻 額外增傷所有都加4攻 所以看起來傷害命寶會再更高一點 但這個BUG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也沒去實測 那就大家參考參考聽一下就好 那莫娜斯帕呢 這個單位也是在前期 比較難出的單位 畢竟他是寶兵單位 要量產起來 都一定要經過城堡 所謂打一個直層寶開為死的 黑跳層戰術之類的 只是比喻而已 現在黑跳層絕對是會跳樓跳到死 那這張地圖呢 其實看起來蠻適合黑跳層的 只有這個金在外面比較煩一點 稍微插一根劍塔 黑跳層上去好像有點機會 因為黑跳層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早期把家裡就圍死 那圍死讓對方沒有辦法騷擾到你 就趕快偷進去 偷這個經濟偷上去 就是一個黑跳層的精髓 那喬治亞人的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馬功單位 他的馬功也會自動回血 他的騎兵單位 落馬所有的騎乘單位 都會回血的關係 所以喬治亞人後期的馬功 也是挺適合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馬功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一點用馬功 可能會稍微弱勢一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 是吃野生動物的速度非常快速 不然是要吃大象還是鹿、斑馬之類的野生動物 吃的效率會再更快一點 所以蒙古人是更適合打一個極限肉馬 16匹、17匹、18匹之類的 18匹現在可能變正常 所以現在蒙古17、16匹 是更極限的一個配置上去的 那這邊看到喬治亞人偷幹了一隻大象回來 蒙古沒有辦法阻止對方偷大象到他自己家 蒙古開局少了一頭大象有點虧啊 好那這邊這隻殘血的大象趕快去補一下 好那這邊看到上面海豬大象 喬治亞這邊 要趕快去拉嗎 還是要先去趕路呢 因為這個蒙古的大象 他已經沒有辦法拖了 只剩下15滴血而已 好這個是喬治亞一開局的免費羅車 那這個羅車可以拿去探土 但是不能驅化動物 欸你要確定欸打一下很難拉的喔 對啊不能拉 打一下是不能拉的 一定要被打兩下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很常幹這件事情 以前啊 我打AI的時候 特別喜歡用肉麻去偷AI的豬 或大象這類的 一定要砍兩刀 這個大象才會乖乖跟你回家 其實偷豬偷羊這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稍微練一下 尤其是偷豬這件事喔 你會學會的話 在一些情況下 會讓你獲得巨大的優勢喔 像例如野豬很多的地方啊 或者是黑森林之類的地圖 你可能刺猴沒事情做 就可以用自己的肉麻去拉那個豬 幫自己增加一些肉量 那當然在單挑來說的話 我還是不建議這樣子搞 因為通常你這樣搞習慣了 如果你哪天突然搞豬 搞不成功 但是你有習慣搞豬的這個狀況之後 你就會有點 有點會配置大爆炸 或者是你的基本功 會不砸死的問題 好這邊看到蒙古蠟四村往前走 但是被喬治亞人看在眼裡 直接一個爆打一波收掉肉麻 OK這邊是決定要遠程吃駝鳥 畢竟自己的大象被偷了一隻喔 所以經濟有點差 OK喬治亞這邊經濟非常優秀 即使不趕入啊 這個肉量跟趕入也沒什麼差別 那這邊呢其實就是可以用喬治亞的優勢喔 開始就用這個羅車去吃這個鹿肉 雖然我是不推薦 畢竟你這個村民這樣一來一往 也是會受到一些經濟損殺 那如果你是手速不夠快的玩家 你可以在1500分之前 都用這個方式去增加你的經濟優勢喔 這是一個比較不吃手術的 農打獵的方法 限定喬治亞人跟亞美尼亞人 畢竟這個羅車可以到處移動喔 投資一個羅車在這裡 待會也可以搬到來這邊挖礦啊 或是挖伐木都可以啦 好那目前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喔 喬治亞這邊地圖看起來也算不錯喔 很好欸有三片木區 黃金的部分在上方還可以喔 至少不是在果汁這個位置 那果汁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目前看到喬治亞上面是圍了一個超大的 而且還不是小圍 想要把這個金礦控好了 那蒙古這邊地圖看起來跟喬治亞是差不多 那果汁在後面更舒適一點 那地圖方面圍起來也是挺難圍的 沒有這麼好圍的感覺 跟喬治亞圍的範圍就是差不多大 但至少還是比較好圍一點 不像有一些地圖 超級開闊喔 這裡全部都沒有東西 那就會很難打 好蒙古這邊打一個直層喔 25P上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直層的樣子 喬治亞這邊也是24P 點一下 升到封建時代沒有出兵喔 反正再繼續拚經濟 好蒙古這邊準備要來升時代 補下一個兵工廠啦 好先補一個馬舅 後面有補一個兵工廠 好這樣也可以升級 稍微收一下肉 嘿收肉進去點一下城堡 善 他怎麼嗆人家新手呢 什麼未打先開戰的感覺 好沒關係兩邊 都準備要來升城堡了 但喬治亞這邊是沒有要來直層喔 反正是慢慢的安全的先升到封建時代 好再慢慢跳上去 這個尾不如就直接尾到底了吧 他可能覺得到那邊要尾 會有點尾死一晚 這邊直接尾可以更快尾好 好 蒙古這邊只剩下15秒 就可以升級到城堡時代了 拿你去 好的四隻村民挖金礦 經濟配置蠻正常的 但是這邊上億人挖石頭 哇靠 大爆挖石頭很明顯就是要打莫娜斯塔 那就是點城堡前喔 趕快去挖石頭 或者是點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去挖石頭 都可以 因為他巷子 其實有點像是提早挖喔 他可能是要想要再多挖200石頭出來 去開城鎮中心 他基本上是把所有的木頭 拿去配了石頭 是覺得還是有點多啦 挖石頭的人有點偏多了一點 蒙古這邊一上層 打的是草原騎兵 城鎮中心並沒有第一時間補下 大吉堂木星有補了 還算是蠻注重經濟的流派 這邊再敲一敲 那下來下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轉出了朗波 開始要來招降敵方單位跟撿聖物了 這邊大師牆繼續補下 很可惜並沒有打出一個洞來 下面這邊再找到了一個木牆 現在蒙古現在非常的生氣 你偷我的豬 大象 哇 結果還是被溜了進來 這邊防守出現了一些失誤 後面捕莉跟城堡 那裡等莫拉斯塔出來 那OK了 這邊捕下去 防守沒有太大問題 羅特也可以收進去城堡裡面 這邊有點撞城堡的關係 送掉了一些草原騎兵的血量 那草原騎兵現在最穩定有血量加成 78滴血 這邊想要為死嗎 OK 喔唷 走到外面為死 這 這是什麼招 直接把莫拉斯塔放在裡面關北壽 OK 細節操作有料 各位喬治亞人 看起來是蠻厲害的 這些觀念不像一般人 一般人的話可能就想要趕快把 村民圍死 然後把村民留在裡面 但是他是走到外面喔 再把這個圍死 細節處理的更好一點 好 莫拉斯塔來到了10隻的單位 但是要11隻喔才會加2攻 現在是12加2 一攻完全沒有點 就有這個傷害加成 而且他天生喔 就比騎士多了2點傷害喔 但是血量上來說是比騎士少了很多喔 大概少個25滴血 好 這邊莫拉斯塔上來 直接跟草原隨便撞了頭 4隻老頭在後面招響 努力招 但好像只招到了2隻 OK 還有1隻在努力招 這邊蒙古的老頭操作有點出現了失誤 OK 最終招到了2隻 3隻 3隻才對喔 3隻莫拉斯塔 好 這邊老頭還在努力撿生物 現在第5個生物也準備要來回家了 好 這邊再招到1隻莫拉斯塔 後面的老頭想要招響 但他的手術是不是出現了點問題 裡面的城鎮中心應該可以再塞一個老頭 通常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老頭聰明的數量不會這麼多 一定是可以把老頭塞進去 OK 那這邊蒙古也開始在挖石頭 準備要來展蒙古突擊 那莫拉斯塔打蒙古突擊 這個場面目前的數據並不是很多 目前看起來 莫拉斯塔這個單位打蒙古突擊 只要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還是能打得贏 只要數量夠多 對 重點就是數量夠多 那蒙古這邊要抵抗莫拉斯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出駱駝加蒙古突擊 甚至轉出一些槍兵也可以考慮的 但最有效的方法 也是大量的蒙古突擊去壓自己 但是蒙古突擊要成型 其實不太容易 最佳要點的科技很多 而且也是需要靠城堡才可以量產出來的單位 好 兩邊目前沒有想要繼續往前壓 就是給對方稍微一點壓力 這一波莫拉斯塔的數量還在繼續量產 後面補下了兩個額外的城鎮中心一個 但是強化教堂還沒有補下 大會可以補一個在這裡 或是在下方這個位置 也可以 這裡可以用到墓區 農田大片 但強化教堂一個教堂需要200木頭 基本上快要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的木頭量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來說 還是會優先開城鎮中心 並不會連城鎮中心都不開 直接下強化教堂 好 蒙古人這邊補下了3TC之後 轉龍村民術領先喬治亞 這邊20村喔 好 這一波又往前衝 後面補力跟城堡 四隻老頭直接招翔 但這邊招翔只招兩隻 第三第四隻來不及招翔直接暴命 後面莫拉斯塔的數量來到21隻 攻擊1加412加4的傷害 但是數量越來越少 可能再被打掉一隻就會-1 OK 變12加3 那目前莫拉斯塔的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可能要先退一下比較好 好 這裡補了一攻 沒有20隻的莫拉斯塔喔 都可以嘗試去突圍這個城鎮中心喔 直接手撕掉了 可能問題也不大 你看這個莫拉斯塔打建築物傷害多高啊 這個就是BUG之力嗎 還是這次遊戲機是BUG的 不知道 大家是說BUG 說不定不是喔 說不定他們本來設計喬治亞人 他的傷害就是要這樣設計了 也說不定了 好 這邊直接手撕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莫拉斯塔 雙TC出大量的喬治亞的莫拉斯塔 歐英一波流 當然這樣子臭名書來說還是會非常落後 61村對上82村 臭名書還是會稍微慢的這個3TC的開局 3TC開局轉寶兵喔 優勢就是臭名不會斷 而且不會太落後一些 雖然會比較慢打這個寶兵出來 但至少前期還可以出一些 像是蒙古的草原騎兵 騎士單位稍微壓制一下對手 每個戰法的優缺點是不同的 流程不同 結果影響也會完全不同 好 這邊突然轉出了駱駝 那駱駝打莫拉斯塔其實蠻痛的 那重裝駱駝會更明顯一點 一般的駱駝如果被爆打 被這個莫拉斯塔爆打 還是很快就死掉了 最近人家攻擊力超級高 6.3害喔 對上現在12加5 17攻 人家直接多了你11攻 跟你駱駝打騎兵的額外增傷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這邊真的要駱駝去抵抗 其實還是有點偏困難 重裝駱駝的話可能就更有用一點 一般駱駝還是比較勉強 這邊數量來到了24隻 當然是莫拉斯塔的傷害 最高的頂峰喔 28隻 數量非常多 12加5 二房也補下了 品種也有 目前摩古圖技只點下了二級射 彈道學還在找機會點 彈道學到底什麼時候要點 其實像這個時候可以考慮要不要去點 因為這邊如果點彈道學的話 城堡防守效果更好 而且馬弓的拉倒會更有用一點 所以馬弓現在雖然也夠了 這邊用這個小小窄口 讓馬弓在後面繼續輸出 莫拉斯塔這邊想要包夾 這裡有點危險喔 城鎮中心再次被莫拉斯塔直接給包掉了 莫拉斯塔TC爆 爆的是對方的城鎮中心 而不是爆自己的 太兇殘了 好狠好狠 蒙古這邊用蒙古圖技也是打不太回去 現在打不太的原因 主要是沒有拇指環跟彈道學 還有三級射化學那些 主要全部補下了 蒙古圖技應該是稍微能打贏 並不會打成這樣子 但現在數量上也是明顯差距太大 蒙古圖技只有13隻的數量 好現在三根寶 瘋狂量產蒙古圖技 想要先加以反制 城鎮中心裡面有先回補 這時候補下了一個彈道學 稍微拉達 但是對方適量太多 這人繼續打下去可能會對於蒙古不太有力 喬治亞這裡補下了二攻 莫拉斯塔丹城堡繼續出 不然出了更多的經濟 但這裡 強化教堂很晚才補 這個時間點35分 通常已經可以點帝王時代的時候 才補一個強化教堂 那他看起來是非常專注 在打前線的 好 希望來到了28隻 這個 為什麼要一直講他的數量 因為喬治亞人莫拉斯塔 數量真的是關鍵 12加6 18隻 18點傷害喔 這18點鬼天滅地 完了 前面這個城市中心 神帝王 可能升不上去了 直接拆掉 哇 這個很像四代的火焰長矛阿 中國的火焰長矛一樣 到處拆你地標 拆你城鎮中心 讓你升不 升不如死 好煩阿 哇 神帝王被打斷 這裡補了一個魔防 神帝王 現在有彈道全了 賺個幾隻 蒙古土劑 哇靠 三到四槍嗎 好像四槍 就可以打掉一隻 蒙古土劑 哇 這個傷害太高了 炒亮蒙古土劑 這裡又一直被解滅當中 這裡有一個小群的莫拉斯帕 在打群下 後面的莫拉斯帕便分兩隊 前後各一隊 這裡蒙古典下帝王 在升級後面沒有補新的城鎮中心 感覺以後遇到莫拉斯帕 城堡都要補在城鎮中心附近了 離踏遠真的是防不太到 我剛剛離得很近喔 他也是硬拆 真是太兇狠了 莫拉斯帕 拆渣流 就是完全不跟你打正面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瘋狂插尼城鎮中心 這樣你沒有城鎮中心 就不能產出村民 村民差距就會被打出來 蒙古應該是蠻害怕這招的 因為蒙古本身經濟加成 就只有前面的打野位 後期的經濟加成 基本上是0 那他就會更需要使用自己的村民 去拉起自己的經濟效益 沒有辦法像什麼伐木技術更強化一點 像亞美尼亞人啊 或者是緬甸啊 或者是斯拉夫這類的文明 天生就有這個資源的加成 某個人就只能單靠自己 村民打拼喔 才可以把這個資源給拉起來 好這邊直接把修道運給拆掉 裡面五生物打噴了出來 喬治亞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先打噴生物 然後後面去追擊後面的蒙古足跡 蒙古足跡完全頂不住喬治亞人的傷害 這邊穆拉斯他的數量實在太多 繼續追逐後方的蒙古足跡 好難受 這什麼畫面啊 寶物國一直在家裡逃難 好但現在有彈道學囉 現在城堡可以越來越 能擊殺前方的莫娜斯塔 OK收到城堡裡面再放出來繼續射擊 好這邊解掉了剩下的莫娜斯塔 這跟城堡已經擊殺到18隻了 好那正面全倒的莫娜斯塔 後面又補了一些數量回來 雖然回到了24隻 還是有這個最頂見的傷害喔 12加6 每一次出去都是12加6的傷害 好 寶物終於補下了母子環 有母子環就會稍微好打了 好但喬治亞這邊轉出了戰狼兵 那他的戰狼也有三級射 所以射程上來說打莫娜圖祭還OK 不會太差 好這裡沒有先著急升到帝王時代 好是先用莫娜斯塔被包夾莫娜圖祭 莫娜圖祭被包夾之後傷害死在太高 被打掉了非常多隻 哇這裡少說死了十幾隻的蒙古圖祭 好那斯塔雖然說你只剩下十隻左右 傷害死就多加1而已了 12加3 那蒙古圖祭這裡還沒有升到精銳 有精銳的話攻擊1再加2 那才會真正射得很快 但以目前看蒙古的這邊經濟配置喔 黃金跟肉是多了一點 這邊沒有打算再繼續補 城的中心嗎 看一下後面喔 喔有後面補了一個 這裡黃金怎麼補這麼多啊 他是怕黃金被挖掉 黃金補到37隻村民 經濟失調有點嚴重 這應該這邊二十幾隻村民就差不多了 這個像喬治亞這樣子二十幾村 木槽直接歸零 這蒙古真的怪怪的 好點下了精銳 蒙古圖祭UP上去 這邊大概存精銳的升級 所以把這個經濟配置喔 轉成肉精了 好看這邊轉精銳 還沒升級完 就把自己前方的蒙古圖祭送差不多 藏上只剩下二十二隻的蒙古圖祭 好看精銳一升好 攻擊一種變八加四 十二共傷害了 跟木拿斯帕的天生傷害力是一樣的 但是點下精銳之後 木拿斯帕還會再加一些攻擊力上去 好再加四點 兩點才對 精銳兩點 三攻兩點 好 我再要升下的單位 升成精銳之後 終於能用這個單位了 蒙古圖祭 那喬治亞這邊也是轉好了 戰毛兵 彈道水也已經準備好 這邊稍微一下 怕對方的蒙古圖祭直接衝進來 好這裡點完精銳之後 馬上去補了非常多的木頭 然後這邊補木頭還要再補一點肉 因為他待會要轉大弱馬 去反擊一下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轉草原騎兵都可以 但現在黃金現在那麼缺的情況下 直接轉成打弱馬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OK開始補下了馬舊 那喬治亞這邊就很簡單 點下化學 三級射 彈道水 然後莫拉斯帕全部升上去 精銳也up上去 正面開打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用莫拉斯帕前面稍微抖動一下 補掉了一些箭矢數量 正面戰毛兵直接應戰魔骨突擊 魔骨突擊數量開始下降了一些 戰毛兵還是很優秀 雖然自己也死了一堆戰毛 畢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匠 那蒙古這邊還是需要一點坦克的 好 喬治亞在下面補了非常多的強化教堂 守護這個黃金 這跟城堡蓋好也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為什麼現在不轉巨頭 最主要是對方是騎兵國 轉巨頭 下面沒有單位保護巨型頭司機 可能會被騎兵國給直接拆掉 所以不慘巨頭是好事喔 趕快把這個魔物突擊量傳起來 好 雖然來到40隻左右 基本上就成型 就不太會一直被鴨子打的問題 大落馬這邊也要趕快升工坊上去才行 好 數量上一直被鴨子打的 蜘蛛 哇 這邊摩扎斯坦有一點送光囉 有點他要硬衝蒙古突擊 這邊拉打 有點難拉扯回去齁 好 那是這邊直接避戰 不給你們伏計打 我直接逼滴你瞎 城鎮中心 哇 這邊打得非常好 又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後面這個五個聖物 一直沒有再把它給修理好 修道院 但黃金沒有缺量才可惜喔 五聖物一直在地上 都快量掉了 這個聖物 不趁熱嗎 趁旁邊還有火的時候 趁熱一下 好 喬喬這裡補殺了化學 肉類來到了快要3000肉 這個肉量 稍微把石頭賣掉 木頭賣掉 轉出更多摩扎斯坦 往前A就搞定了 好 這邊莫拉斯帕的攻擊力來到14加8 22點 來到最頂峰的傷害喔 近戰防禦還有8點 好 孟國這邊轉出了弱馬升級 但自能量實在是相差太懸殊了 莫拉斯帕這邊轉出來之後 轉了一些輕騎兵 然後來打一個多線分推 他目前是把莫拉斯帕當成他的工程器單位 到處拆除建築物 這樣讓蒙古相當難受 這邊肉馬稍微扛住前面 但效果並不多 戰防兵送光 下方蒙古圖記阻止了下方城堡建造 右邊這個礦區拖挖起來 他挖掉了 挖了一半左右 上方黃金也是 莫拉斯帕現在的問題是沒有黃金可以繼續打 所以這裡要趕快把下面或上面的其中一個礦區 趕快空下來 莫拉斯帕待會才可以再繼續逆轉 這裡賣掉了一大堆的食物跟石頭 石頭也賣了 城堡我也不休 我就轉出更多莫拉斯帕 下方直接大量的莫拉斯帕手撕城堡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血量掉得很快 哇 這個莫拉斯帕完全就變成 兇人的達拉和騎兵 拆加速度一流 只是他是近戰防禦版 達拉和騎兵是遠防比較高 他是近戰防禦比較高 兩邊都是8點防禦 一個是近戰8防 達拉和騎兵是遠防8點 8點防禦力 但6點防禦力也是蠻優秀的 缺點就是血量少了一點 111滴 這波蒙古被喬治亞逼低到生活無法治理 轉出了更多戰保兵 唉唷生物重量開始搬了 這塊黃金拿回來 這裡補了一個石頭 開始採礦 至於一樣來說 蒙古人還是相當落後的 喬治亞這邊已經點下了洛馬 開始繼續BD 上面有更多的戰毛兵想去找蒙古突擊打架 但是完全沒抓到 蒙古補下了二級的馬凱 莫拉斯帕的數量來到了55隻 發了60隻 蒙古突擊 這邊也是54隻 兩邊都是50幾隻的大戰 蒙古突擊能夠擋住這一波嗎 好這邊高地 反擊回去莫拉斯帕 但莫拉斯帕 就讓死在太多 沉的東西一下就爆開了 然後邊點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後方還帶幾隻戰毛兵 幫忙輸出後方的蒙古突擊 莫拉斯帕直接上前 想要頂掉所有的單位 這裡蒙古直接B站 不想跟你打正面 想要打帶跑 好 後方的蒙古突擊回頭打下莫拉斯帕 會見自己的城堡要被撕掉了 就是自己的倒數第二根城堡 這根城堡被打掉的話 蒙古突擊就很難量產起來了 這邊擊殺掉了非常多莫拉斯帕 這一波反擊打得還可以 並沒有太差 但是城堡一堂守不住 直接被拔除掉了 連抽的機會都沒有 好 當然蒙古突擊這邊射掉了非常多莫拉斯帕 應該是還有機會可以再打個一波 稍微再拉扯一下 好 這邊稍微上高地 反擊回去 右邊的高地可以加減 利用一下 高達第一傷害非常優秀 直接可以一發秒殺一隻莫拉斯帕的傷害了 OK 搞定 但是自己右邊的村民 直接被塗爛 地上都是紫色的村民的屍體 唉呀 蒙古這邊被一個洛馬逼滴流 偷家偷到村民宿只剩下86村 比霸7村不能再多 太慘了 看來他要去載豆腐了 不然開個工程器 轉個大沖車 有沒有考慮一下 畢竟黃金也快沒了 等一下轉大沖車也優秀了 但現在好像不是該開沖車的問題了 現在是連蒙古圖祭跟肉馬都快要出不起來 這個莫拉斯帕滴滴流 真的好噁心喔 好 薩瑪再次嘗試直接拆除 先把血量依舊掉得很快 好 蒙古這裡補下專瓦技術 好 正面的大軍 及時趕到嗎 可能還是為死一晚 這邊聰明想要去挽救 好 後面大量戰武兵撞到正前方的城堡 那拉斯帕看來沒有辦法拆除這座城堡 蒙古是正面想要守住 但後方的洛馬也是跟著上來 這波洛馬繼續追擊 蒙古打出了GG 哇 這個是莫拉斯帕 拆加流 對上蒙古圖祭的一個正規開局 而且蒙古這邊是有特化的 他的特化是剛剛我們有看到 中間他的木頭直接歸零 然後全部配肉跟黃金 特化術生蒙古圖祭的一個升級方式 那這個升級方式確實讓他前期有一波有優勢 但是他那波蒙古圖祭送掉了 但他自己蒙古圖祭在中場的時候 數量一直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那如果一直有保留數量的話 大概30隻40隻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喬治亞這邊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他剛剛已經要斷金了 還甚至把自己的木頭全部賣掉了 換了一些黃金之後再來反打 才有機會打成這樣子 如果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蒙古這一坨蒙古圖祭沒有被解掉一些數量 可能要打GG的人就是喬治亞了 畢竟蒙古這裡是有5勝物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蒙古這邊輸了喬治亞 大約1萬9支援 這個支援總數量輸得太多 但是有拿到5勝物 4000多的黃金 那軍事方面是蒙古拿到1.23的KD 喬治亞是0.81 不然怎麼看喬治亞人這邊的BD戰術 打得非常的優秀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好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